台灣民眾黨黨團 我們已經擬聚了 要廢除監察院的修憲案 我們希望能夠爭取 所有跨黨派立委共同的支持 我們一起幫我們的執政黨 民主進步黨實現 他們早就跟台灣人民承諾的 要廢除監察院的政治承諾 昨天在理書上有提到說 廢棄運動的不是 那是不是會不會禁止 在立法院外的這些奇妙行動的人 還有像是導演何一正 用比較尖銳的話題來批評 你是不是覺得有一點心態 會不會有什麼情緒 其實也還好啦 因為昨天回到家以後 我老實說我很疲憊 但深夜的時候 我習慣做的事情 就是沉澱了自己的情緒 那我可以理解 過去的夥伴 他們支持民主進步黨 我也相信他們是基於愛護台灣的心 只不過說我這個人的個性 是就事論事 我參加每一場公民運動 都有明確的訴求 結果這麼多年過去了 台灣人民給我們的執政黨 絕對的權利 結果每一場公民運動 我們的民主進步黨 對於公民社會 所做出的承諾通通都跳票 通通都跳票 我不認為啊 這是一個執政黨 在面對公民運動的時候 他們應該有了態度 我覺得喔 他們可能在誤會的事情是說 都把我們在推動國會改革的法案 當成是個人跟個人的事情 這絕對不是個人跟個人的事情 不管傅崑崎過去 他有什麼樣的犯罪前科 現在他的身份 是中國國民黨立院黨團的總召 我們合作的對象 是中國國民黨立院黨團 我們合作的標的 是推動國會改革的法案 在這樣子的目標下 想要把公共事務個人化 我覺得這不是一個健康討論公共議題的態度 全國唯一的九年的五星縣長傅崑崎 被民進黨用刑法一百條意圖判斷 都已經取消了 用意圖判斷來辦我 我不但沒有委員交割 不但沒有內線交易 用意圖影響行情 把一個五星縣長打入大牢 我們在這裡再次的感謝所有全國的鄉親 讓傅崑崎站在這裡來救台灣 我們今天要打破專制腐敗的政府 改變就從今天開始 改變貪污腐敗的民進黨 陽光照進台灣 有偉君子黃國昌 當然就會有真小人傅崑崎 黃國昌 副官旗 哥良好一對寶 自戀男黃國昌 偉君子黃國昌 所以我要呼籲民眾黨團 你們應該 凡然醒悟起義來歸 你們應該跟偉君子黃國昌 劃清界限 你們應該 行使 個人意志 自由投票 我覺得齁 每一個人 他對於他自己 犯過的錯誤 我覺得就應該好好地面對 那當然我也不贊成 就拿他過去的刑案記錄 去跟現在我們所在推動的國會改革 去把它混在一起 我國是一個法治國家 依法該怎麼辦就怎麼辦 今天早上喔 我針對法務部部長 所提出來的質詢啊 可以說 對於我們每一個公民 隱私權的保障至關重要 如果我們使用手機的位置資訊 可以被人家莫名其妙地拿到 當作政治目的使用 這很嚴重啊 台灣什麼時候成為了警察國家 而且取得這個資訊 拿來分析的人 還不是任何公務員 他不是檢察官 他不是法官 他也不是國安局局長 他怎麼取得這個資訊 來進行這麼大規模的比對跟分析 這件事情一定要徹查到底啊 我對於今天法務部部長 採取這麼軟弱 這麼迴避啊 的態度 老實說啊 我非常非常的失望 如果我們的法務部部長 針對這麼嚴重 大規模侵害人權的事件 竟然是採取這一種想要包庇 想要護短的心態的話 我們如何期待 這位新任的法務部部長 真的可以幫人民實現公平正義 我覺得行政院要不要複議這件事情 尊重卓榮泰院長他的政治智慧跟政治判斷 不過我非常有信心啊 行政院即使提複議 也完全只是在拖延的時間而已啊 我不知道卓榮泰院長跟民主進步黨立院黨團 是不是講好了 藉由他的複議 要求立法院在15天之內要做出決議 那到時候民主進步黨 又要透過軟禁韓國議院長 或者是公佔主席臺 來阻止立法院在15天之內 針對行政院的複議 做出決議嗎 我希望不是這樣子的狀況 如果是這樣子的狀況啊 我相信 會對於這麼高比例支持 國會改革的人民 對於我們目前民主進步黨的新內閣 徹底的失望 副總召齁 他所提到的在野特政組這件事情 我真的還不是那麼清楚啦 具體的細節跟概念 不過我覺得重要的事情是說 我們的國會改革走了30年 終於完成了民主進步黨 跳票八年的芭樂票 建立了聽證調查制度 立法院擁有聽證調查的權利 就必須要非常審慎的行使 那對於人民所關心的重大的弊案 在立法委員職權的範圍內 在立法委員職權的範圍內 合法的行使聽證調查權 讓這些弊案的原型可以見光 讓所有的人民可以獲得一個合理的交代 我覺得這才是問題的核心 我覺得齁每一個人他對於他自己犯過的錯誤 我覺得就應該好好地面對 那當然我也不贊成啦 就拿他過去的刑案紀錄 去跟現在我們所在推動的國會改革 去把它混在一起 我國是一個法治國家 依法該怎麼辦就怎麼辦 老實說齁 我昨天看了監察院的那個聲明 我是滿頭問號 監察院在我們現在 武權的架構下面 它核心的權力是什麼 是審計、彈劾、糾舉以及糾正 請問這四個核心的權力 有哪一個被國會改革的法案所影響到 如果監察院談的是調查權的話 那正是可笑至極 因為監察院有他 在行使、審計、彈劾、糾舉、糾正的調查權 立法院也有立法院在審議各項議案 以及監督行政部門所擁有的調查權 這個在四至五八五號解釋 已經說得非常清楚了 監察院昨天發的那個聲明稿 我想要提醒一下監察院院長陳菊 他不是說監察院早就該被廢了嗎 我也想要提醒一下監察院的秘書長李俊毅 你要不要回去翻一翻2012年 你自己當立法委員的時候 在立法院的公聽會上面 你是怎麼說的 你說在廢除監察院之前 並不妨按立法院去建立 行使自己職權所必要的調查權 我相信這個歷史紀錄都非常清楚 結果今天為了幫執政黨護航 我們的監察院可以自私立場 到這樣子的程度 再一次的印證了監察院 早就不是一個獨立的機關 也反映了為什麼台灣社會 對於監察院充滿了高度的不信任 也因此台灣民眾黨黨團 我們已經擬聚了 要廢除監察院的修憲案 我們希望能夠爭取 所有跨黨派立委共同的支持 我們一起幫我們的執政黨 民主進步黨實現 他們早就跟台灣人民承諾的 要廢除監察院的政治承諾 其實也還好啦 因為昨天 回到家以後 我老實說 我很疲憊 但深夜的時候 我習慣做的事情就是沉澱了自己的情緒 那我可以理解 過去的夥伴 他們支持民主進步黨 我也相信 他們是基於愛護台灣的心 只不過說 我這個人的個性 是就事論事 我參加每一場公民運動 都有明確的訴求 從2008年的野草莓 民進黨說 要廢除極有惡法 到2012年的反媒體壟斷運動 民進黨說要制定反媒體壟斷專法 到2014年的太陽化運動 民進黨承諾 要制定兩岸協議監督條例 結果這麼多年過去了 台灣人民給我們的執政黨絕對的權利 結果 每一場公民運動 我們的民主進步黨 對於公民社會 所做出的承諾 通通都跳票 通通都跳票 我不認為啊 這是一個執政黨 在面對公民運動的時候 他們應該有的態度 我覺得齁 他們可能在誤會的事情是說 都把我們在推動國會改革的法案 當成是個人跟個人的事情 這絕對不是個人跟個人的事情 不管傅崑崎過去 他有什麼樣的犯罪前科 現在他的身份 是中國國民黨立院黨團的總召 我們合作的對象 是中國國民黨立院黨團 我們合作的標定 是推動國會改革的法案 在這樣子的目標下 想要把公共事務個人化 我覺得這不是一個健康討論公共議題的態度 可以了嗎 好 謝謝大家 對不起我要去坐電梯 不好意思 OK 好好 就是 昨天這個案子已經是有 打的那個 裡面好像沒有新台幣 然後就被說會不會說沒有新台幣 不會啊 那個 銀元跟新台幣兌換 那個1992年的法令 是在處理那個時候 我們廢除銀元券的問題 那個是在處理1992年之前 所存在的法規 那個跟現在已經 二零二幾年啦 誰還在用銀元啦 那其實你稍微查一下 當然啦 有寫新台幣 是比較好 但沒有寫的話 就看一下行政 其他行政財法的法規 看公正法 看要塞 要塞保屋 保壘管理法 這些許多的法規 那事實上也有沒有寫新台幣的 所以他不會有的 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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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也不用 可能後續也不需要 再把這個錢 對 因為我就跟你講 他在講的那個是1992年 那個不曉得是什麼時候的往事 他在處理的是當時 有效適用的法規 因為那時候還有銀元 銀元券對話的問題 其實我覺得齁 在整部法律的撰寫上面 那有的時候出現了一些文字上面的錯誤 其實我覺得當然最好是能夠避免 那不過大家也可以常常看到 包括了上一次 有那個我們在道路交通為了行人安全的設施管理條例當中 民主進步黨自己 也在刪讀的時候 提出了文字的修正 我想這些提案的歷程 其實在歷史上面 在立法院公報上面 都可以查得到 可以了齁 好 謝謝 謝謝 那現在官在監獄裡的通通是民進黨的大魔頭的真面目 傅崑崎他說 他先前被官是民進黨害的 傅崑崎 敢做就要敢當 犯罪就要坐牢 不是嗎 如果照你傅崑崎的邏輯的話 那現在官在監獄裡的 通通是民進黨害的囉 這 莫名其妙 當然 傅崑崎今天 也跟大家說 他就是真小人 他不演啦 他簡單粗暴 傅崑崎就是來報仇的 就是這麼簡單 那 怪四年也有啦 今年特別多 我比較不理解的是 偉君子黃國昌 因為一般啦 欸 犯罪者 在得逞之後 都要四處竄逃 沒想到他剛才 竟然跑回犯罪現場 天啊 還揚揚得意 上禮拜五 我也不敢相信我的耳朵 我 經過 他們那邊 突然間 看到黃國昌 面對著鏡頭 在 要他的觀眾說 欣賞他黃國昌 驚俏的臉龐 天啊 原來 黃國昌的虛位 來自他的自戀 自戀男 黃國昌 偉君子 黃國昌 所以 我要呼籲 民眾黨團 你們應該 翻來醒悟起義來歸 你們應該跟偉君子黃國昌 劃清界限 你們應該 行使 個人意志 自由投票 關鍵的時刻 我們做到了 從今天開始 我們不再是世界 民主社會的侏辱 今天開始 我們是國位有權的 民主國家 過去八年 民進黨 一黨獨大 專制 貪污 腐化 順我者昌 逆我者亡 全國唯一的 九年的五星縣長 傅崑奇 被民進黨 用刑法一百條 意圖判斷都已經取消了 用意圖判斷來辦我 我不但沒有違約交割 不但沒有內線交易 用意圖影響行情 把一個五星縣長打入大牢 本來我希望我是最後一個 但是很難過的 看到楊文科 看到林之妙 看到高鴻恩 看到謝國良 甚至看到柯文哲 都會是持續的受害者 我們在這裡 再一次的感謝 所有全國的鄉親 讓傅崑奇 站在這裡 來救台灣 我們今天要打破 專制腐敗的政府 改變 就從今天開始 改變 貪污腐敗的民進黨 我們一定要 環權移民 陽光照進台灣 改變從今天開始 台灣 不是民進黨的 台灣 不是賴清德的 台灣 是屬於權力人民的 從今天開始 把民進黨 受的貪污腐敗 一一先行 我們成立民間特產組 把所有的台灣武力 全部法辦 讓台灣 重新眼光普照 屬於權利台灣 兩千三百萬人 自由 安定 繁榮的 新台灣 台灣 加油 台灣 加油 台灣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兩千萬人 一千萬人 歸 五千萬人